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去年11月3号全面开通的 斯迪亚旺沙班底高速大道SPE 那昨天傍晚有网民就贴文 并且附上照片 指SPE大道交赖路段的大道结构裂痕 正在逐渐扩大 而工商部长亚历山大也迅速回应 指当局会认真看待 特别是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并且下令大道局 还有SPE大道的特许经营公司 要立即到现场检查 及评估该大道结构裂缝的情况 经过各方漏夜检查之后 工程部今天下午发文告表示 相关的裂缝是之前水泥工程施工时 留下的黑线 而不是出现裂缝 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网传SPE大道交赖路段出现裂痕 工程部今天在X平台发文告表示 大道局和SPE大道公司团队 昨晚漏夜检查之后 发现相关裂缝是水泥工程施工时 留下的黑线 并没有发现裂痕 工程部强调该大道的结构是安全的 针对土团党将提成 悬空六名便捷国会议员资格的这件事 副首相阿莫扎西今天出席活动后表示 他们将会根据议会常规把这件事的斟酌权交给国会下议院议长索哈里去定夺 扎西说他预计国会这个月中复会时就会有结果 马六甲首长阿多拉乌夫今天宣布 中政府将在下个星期正式委任国际知名隐心范冰冰 成为马六甲旅游大使 而范冰冰将在下个星期五到访马六甲 阿多拉乌夫强调 中政府这次并没有砸重金 只是为他提供活动行程和交通上的便利 至于机票则是由大马一家公司所赞助